我国和英国将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 标志着新英关系迈入新篇章 为两国提供横跨不同领域的合作 以及加强联系机会 再来看记者洪宝林发回来的报道 李显龙总理在20国集团峰会场边 会见英国首相苏纳克 我国外交部表示 两名领导人在会议中发布了 将新加坡英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战略伙伴关系涵盖五大支柱 当中包括经济合作 气候可持续发展 绿色经济和能源合作 我国是在2019年同英国建立展望未来的伙伴关系 李总理也在20国集团峰会场边 会见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伟拉 总理公署发言人说 李总理重申了新加坡支持开放 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李总理在会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罕默德时 双方对之间良好的关系表示欢迎 并同意应该探讨在绿色能源等领域有更多合作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印度新德里报道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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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